近期連日的西南氣流帶來大量雨勢 再加上降格為熱帶性D7R的盧壁颱風穿越台灣本島 在8月7日下午 開20線94K的鳴霸克路橋遭到洪水沖毀 使得南橫公路沿線的幾個部落 再次成為沒有道路可以連外的孤島 去年1月公路總局風風光光的宣布 南橫公路在歷經10年的修復工程後 美山口到天池的路段終於可以再次開放通行 然而這段值得開心的日子才維持一年半的時間 這座在布農諸魚裡代表著希望的鳴霸克路橋又遭到洪水沖毀 讓不少民眾質疑這橋難不成是豆腐紮蓋的 怎麼那麼快又斷呢 其實鳴霸克路橋是在2017年完工通車的 比天池重新開放的日子還要來得早 不過仍然沒辦法改變他找邀的命運 而隨著橋樑的中斷 南橫公路能不能如期搭乘明年全線通車的任務 似乎也變成非常大的考驗 這次就讓我們一起來了解南橫公路 闢建時的其他候選路線吧 相較於北橫公路幾乎沒有長時間中斷封閉 中橫公路已經開放當地車輛同行的狀況 南橫公路不僅是目前唯一一條仍然中斷無法通車的橫貫公路 在新建的時序上也是最晚進行的一條 1957年台灣省公路局開始規劃台灣的公路路網 並在同年對公路進行編號 為了要改善東西部之間的交通 並且建構完整的橫貫公路系統 在隔年的1958年 北橫與南橫的勘查作業就此展開 南橫的部分當時的勘查提出三條路線方案 甲岸走的是日之末期已經可以通行汽車的資本越嶺道 從屏東縣內埔鄉的水門出發 行進三地門、伊拉、霧台、阿里、霧頭山 最後抵達台東的資本 以岸的部分路段與內本路越嶺道相同 從高雄縣桃園鄉的寶山出發 行進森濤、西南山、冰南竹山、屢里山、白松山、關東松山、加奈鐵山 最後抵達台東縣原坪鄉的武林 差不多在陸野高台北側一點的地方 為什麼一岸的路線那麼多山的名字呢? 因為這條路線在當年沿線就已經幾乎沒有人居住了 而秉岸的部分 從台南縣南化鄉的竹頭騎出發 往東穿過賈仙跟老農後 沿著日本時代的關山越嶺道 行進寶萊、桃園、眉山、關山崖口、向陽、立道、霧路、初來最後到海端 雖然說路線總長171公里 是三個方案中里程最長的 但當時考量到沿線有著豐富的林業、水利、沙京、大理石的資源 而且又有許多人口居住在這條路線上 最後雀屏中選 成為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南橫公路 在這之前 其實賈岸才是原本評估可能性最高的路線 不僅里程是最短的 又有1945年短暫通行汽車的路基可以加以改善 所需要的經費還是各個方案當中最低的 但卻因為可以開發的資源比較少 被認為沒有太高的經濟價值而遭到放棄 不過在20年後的新南橫公路計劃中 這條路線還是有被提出來 但是最後仍然是沒有完成開闢 換句話說就是敗撲復活失敗啦 由於北橫公路在1963年 緊接著中橫公路的工程開始進行 南橫公路持續遭到冷凍 在這段期間 省議員們相繼詢問南橫公路到底什麼時候才要開闢 但省政府不只以財源方面的問題來回覆 還指出通車後勢必要花費大量的金錢來維護 甚至認為南橫公路其實沒有迫切開通的需求 一直到1966年的時候 總統蔣介石直接當面向省主席黃截指示 應該興建南橫公路 最後終於在1968年動工 而南橫公路的西端起點在哪 一直以來都是個有趣的問題 因為全線被編列進省到台20線當中 所以有人認為起點應該是在0K的民生綠原 或者是台南車站 也就是從台南市區開始 但是1968年的開工典禮 是在南化鄉的北寮 也就是現在的台3線與台20線的南側分岔數舉行 而南橫的整體工程範圍 甚至還包含了從玉井到北寮的台3線既有路段改善 也就是今天台3線與台20線共線的路段 所以說南橫公路的西端起點才會有台南市區 玉井 南化北寮這三種說法的存在 1972年南橫公路完工通車時 用的其實也不是現在的台20線這個編號 而是編為台18線 起點的0K位在台南線南化鄉北寮 到了1977年台灣公路路往重編時 配合阿里山公路的通車及新中橫公路的計劃 將台18線的編號改到了阿里山公路上頭 而南橫公路除了重編為台20線之外 也整併原本台南市區到玉井的縣道180線 成為現在台20線起點在台南市區的狀態 自從南橫公路全線通車以來 就陸陸續續的有貪方落實的狀況 但是最嚴重的災害 還是2009年莫拉克颱風帶來的巴巴風災 連續三天降下破千毫米的雨量 不僅打破台灣有史以來擔任最大雨量的紀錄 也造成中南部極度嚴重的災害 而在南橫公路的部分 眾多橋樑遭到沖毀或者是土石淹沒 從老農到立道這100公里的大大小小聚落都變成孤島 於是就此展開南橫公路12年來還無法完成的修復之路 在2009年11月 行政院重建會通過莫拉克風災後基礎建設重建方案 針對南橫公路的部分 各個路段採用不同的修復方案來進行 西段的甲仙到桃園 以及東段的新武到向陽 以恢復原本狀態的方向來修復 而中間的桃園到向陽的路段 則是先以維持基本通行需求作為原則 修復工程中新建設的橋樑 則是要盡量迴避土石流潛市區 並且加大橋樑的跨距 讓溪水容易通過 而一場八八風災 讓老農溪及各條支流的順向坡 與地層滑動的問題被凸顯了出來 大量的土石堆積 使得老農溪的河床被墊高10到80公尺不等 後續幾年間的颱風及大雨 更是加深了南橫公路修復的困難性 經常讓剛搶通的道路又消失在溪水當中 並且造成地貌的改變 使得工程又需要重新設計 讓南橫公路全線通車的時程不斷延後 近日水災中遭沖毀的明霸克路橋 位在秦河部落與福星部落之間 使得更深山的福星、拉弗蘭、眉山 三個部落淪為孤島 在明霸克路橋興建前 這個路段曾經採取過好幾種不同的形式 來供民眾通行 包含河床變道、硝山變道 甚至是搭建橋樑來回跨越老農溪主流的方案 但是在當地同時匯聚了老農溪的主流 以及玉碎溪、布唐布納斯溪、清水溪的狀態下 土石堆積問題嚴重 河道飄移不定 這些形式的變道經常在大雨之中有遭到沖毀 因此需要更好的抗洪災方案來解決 在2014年 公路總局向行政院爭取10億元的經費 推動台20線請河道附近中期道路提升工程 計畫用兩座大跨距的橋樑 來減少溪水沖刷山壁石對於道路的影響 同時也能夠避免砂石堆高造成溪水淹過路面 兩座橋樑在2017年完工後以布農諸域裡代表著希望及延續的詞彙 分別命名為明霸克路橋與班順努安橋 因為老農溪及玉碎溪、布唐布納斯溪、清水溪的水溫仍然處在比較不穩定的狀態 所以在測試工程進行前 公路總局賈仙工務段就已經認定這只能算是中期的復舊道路而已 並沒有長期使用的打算 明霸克路橋與班順努安橋的使用年限預定為15年 兩座橋樑在抗洪方面 以單次可以承受800毫米的雨量來進行設計 在2017年完工通車 對於上游的復興、拉芙蘭、梅山三個部落來說 終於可以擺脫8年來變到時不時中斷的命運 真的是希望的象徵 然而在盧碧熱帶低壓及西南氣流的影響 高雄山區在一星期的時間內降下了超過2000毫米的雨量 不僅超過原本兩座橋樑設計的承受範圍 明霸克路橋跨越的玉碎溪 更是夾帶了大量的土石、墊高河床 讓溪水直接蓋過橋樑 最後在8月7日沖回明霸克路橋的橋面 大雨之後公路總局評估20天之內可以完成便道 先行搶通秦河部落與復興部落之間的交通 而明霸克路橋因為只有橋面受損 所以明年4月前可以重新修復完成 明霸克路橋的毀損 讓不少民眾擔心是否當初10億元的經費又砸進了老農溪當中 不過當初的10億元還包含了一旁的班順努安橋興建工程 所以倒也沒有到前功進氣那麼的誇張 不過兩座橋樑原本就是評估沒辦法長期做使用 而未來的永久路廊要怎麼處理 就目前來說仍然是相當大的挑戰 甲仙公務段也表示還要持續觀察當地的水溫狀態才能夠決定 代表著希望的橋樑遭到沖毀 對於南橫公路的修復來說 毫無疑問的是非常大的打擊 原地明年全線通車的目標 或許也會因為這樣而再次延後 在這次的水災當中 當時南橫全線的另外一個方案 也就是內本路越陵道所改建成的藤枝陵道 同樣發生攤坊中斷 讓今年5月才重新開放的藤枝森林遊樂區 也只能在關閉12年後再次修緣 在大自然的面前 人類真的是非常的渺小 任何建設也應該要考量到如何與自然共處 才能夠走得長遠 中又將會議 本集團 從 新西部 新西部